悟空 这个作品是我们独梦亚军的 最后一个作品 来这个 一面度许大赛 排选面试的时候 我准备的就是这个作品的特性 后来发现 比想象中还要难 就是各种碰壁 我们公布一下排名吗 一共九个作品 悟空今天排名第九 忙了 没事没事 还有还有三天 现在有时间 还有男人一边 这几个问题只有你们两个人 因为他们确实从头到尾 一直分数也很高 然后他们会更害怕自己 比之前的不好 因为今天走台的时候 还一直在修改 所以还是有点担心 不是这怎么回事这事 刚才我怎么还动不了 我就不行 我们就先排到这儿 现在缺两份 要不然现在等于就是说 就是都 咬不住 还来这版本吗 应该是头一次我们自己叫听 演不下去信念感崩塌了的感觉 后来就是导演组们建议我们换一个作品 现在的确还有什么成本 就是咱们顺着这个 悟空 然后再 因为它词又多 再把它排列出来 肯定是 精力耗费的很大 我们时间和精力上 还不破过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最后是时间和精力上 导致最后它出现了一个 比如说60% 70%的一个完成品 怎么办 那一刻也挺骄傲 可能换一个作品 更安全一些 因为就算是因为 今天说上必选择了 也 没我们这种整齐 如果能靠门在台上 不能让那个梁在上 我觉得这个 就干嘛 中国的男孩都觉得 孙悟空是我们最初的 那个超级英雄 对 他始终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我们俩非常喜欢悟空 行 起码现在我们必有的包 已经有好多天了 哪怕不是给你点他的包 怎么 撕在死台上 我们定了坚持这个本子之后 我们立马那个斗志 燃起来 来 看 距离正式录制 还有我们是三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全在精力排练 我觉得我们都是那种 认定的一个事 就是一定要给他做好的人 不管最后结果稳 我们起码不留遗憾 三板大福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行 我真觉得不行 我真觉得行 蒙总 蒙姐 我的大制片人 你就给我留条活路吧 张道 张道 张爷 我的大艺术家 就别执迷不悟了 但是 姐 你给我塞这几个人 他真不适合演孙悟空 给我一个理由 你看这个 这 这整得也太过分了吧 人家有流量 这 这根本就不是个演员 人家代资进组 这个就太过分了 这也太老了吧 这是我咱舅 这你看着还行 以前在少林寺带过 那棍耍的才厉害 姐 最主要是 他们不适合演孙悟空 怎么就不适合呢 姐 你看 为了孙悟空这部戏 我筹备了多少年 你让我拍田虫我拍了 你让我拍霸总我也拍了 好不容易拍孙悟空了 你从如来佛到癩蛤蟆经 全给塞买了人 就连萧田卷 都是你闺蜜的鸡娃娃 那她的鸡娃娃 叫得厉害 弯弯的 所以孙悟空这个人选 我是绝对不能再妥协了 这三个人 都是资方要塞的人 你随便选一个 咱马上就能开机了 我好不容易拉着投资 你为啥要跟钱过不去呢 你看看 资方爸爸又来电话了 你好好想一想啊 人家放的是琵琶群吗 那是鼓掌群 就这弹个破琵琶 喂 爸爸 服务员 给我需点水 导演 张导 张一某导演 你好 你是真怂啊 不是 你是谁啊 我是来帮助你的 你帮我把水蓄上就行了 我是来帮你演孙悟空的 不是 你是谁啊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演孙悟空的人 别问为什么 知道的越少越好 经理 经理 怎么了 哥 你们这服务员怎么回事 他什么态度 对不起 哥 孙小龙 导演 你就让他演吧 他是最适合演孙悟空的人 不是 你是不是经理 是啊 但也是他经纪人 这不是个饭店吗 横店的饭店 也对 是这样啊 我今天主要就是来吃饭来了 有什么事呢 咱们回头再说 好 回头说 您说 我有事情要处理 你们俩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吗 好的 走 来 走 出去 我是让你们出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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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问题 好的 再见 父亲 这催得我呀 怎么样了 决定呗 这 拉倒吧 先吃饭再说吧 服务员 哎 点菜 就来个你家那个新年五人团聚套餐 姐 咱俩人 要喝 把你给忘了 你看你吃点啥 我我我来碗米饭就行了 就来碗米饭呢 吃这么少呢 姐我压力太大了 是 我也丑无得 马一点胃口都没有 姐姐 你看呀 这人真的他整得太过分了 他都像个外国人了 人我要的就是像外国人 咱得创新 中西结合 我以后啊 会带着我们的片子 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到好多屋去 到洛杉矶去 我都想好了 就让那个悟空跟国外的天王 麦克尔扎克森 结合一下子 不是不是姐 他俩他俩就没关系 他俩 怎么没关系呢 要我说他俩就是一个人 那声音都一样 一 鸭鸭鸭鸭 师父 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不一样 不是不是姐 他最最关键 我不知道他怎么跟戏结合 没有画面吗 一点画面都没有 就比如说 悟空 以为唐僧死了那段戏 他看着唐僧肉 是什么心情 啊 师父 你这 我这 我还没 你就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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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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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杀了我师父 是谁 是谁 是谁呀 啊 啊 现在有没有画面 有了 怎么样 我刚看了不太行 我也觉得不太行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上菜去你 不是姐 现在也是 这用Michael的人太多了 用得多咋了 不是姐你看是这样啊 我这回拍这个孙悟空 我是怎么想的呢 我不想拍那些表面的东西 我想走入孙悟空的内心 你比如说啊 五指山下 孙悟空被押了五百年 你想 他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你有没有画面 没有 他大概就是 他就是那种 哎呦我天哪 这孩子让人给夹上了这样 不是 就是这种感觉 怎么 齐天大圣 曾经的齐天大圣 如今想吃个苹果 都得看凡人的眼色 你想想 如果他此时说话的话 他会说什么 五百年 苍海桑天 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你有画面了吗 你别说 他这么一夹 我还稍微有点画面了 是不是 但是啊 依某 你拍的那种东西 你想要的那种东西 大家不愿意看 现在观众都想看 霸总 田虫 你 姐这个孙悟空 他跟霸总 我就结合不到一起去 我没有画面 你又没画面 服务员 来给他个画面 说孙悟空 走在马路上 遇到了一个漂亮姑娘 这个姑娘是个白骨精 妖精 他就爱上了白骨精 小妖精 白骨精想要杀他的师父 但他就怀了你的猴子 天庭知道了 把他 把他关入了炼丹炉 老郡 你有种烧死我呀 他突然发现了老郡 长得贼拉帅 老郡你在玩虎 他一脚踹坏了炼丹炉 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就回到了白骨精的身边 只为说那一句 老孙 我爱你 你这多好看 这玩意儿 他这个就 他这不是真的孙悟空 谁在乎 谁在乎 我在乎 他懂我 不 是你懂我 你刚才说那五指山呢 我觉得是对的 五百年啊 被压了五百年的齐天大圣 一身的才华 没处施展 他所有的才能都无处展现 就连吃口饭 还得看个凡人的脸色 可是他曾经 是多么的辉煌 可是他忘了 对 他忘了 他忘了自己是毕马温 他忘了 他忘了自己曾经是齐天大圣 他忘了自己曾经一个人 面对十万天兵天将 他把什么都给忘了 他的眼神里 还有一丝执着 可他不记得 在执着些什么 他的眼神还有一丝怨恨 可他忘记 应该怨恨谁 五百年 风吹雨打 都不怕 姐 这就是我要找的孙悟空 姐 蒙总 蒙总 蒙总太齐了 哎呦天 来开发 不是不是 蒙总 我找到孙悟空了 哥哪呢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我三舅啊 不 不是他 是他 是谁啊 我心目中的孙悟空啊 啊 明白了 自方自方的人你不用 平台平台的人你不用 我三舅你也不用 原来是自己友人 不是不是 他是你要塞的人 不是 那你还费什么劲呢 又又又五指山了 自己玩灯火 不是姐姐姐 我我刚才真是刚认识的 刚认识的 刚认识我为啥要用他呀 因为我就是啊 你是啥呀 我 因为我就是 孙悟空 他还在戏里边 姐 但是这种感觉是对的 我也坦白了 我就是 如 来 玩我呢 是不是玩我呢 哥哪找个精神病 我真是孙悟空 我都跟你摊牌了 你就是孙悟空 我也不能用你 我就是 你是谁下的 如 姐我脑海中的孙悟空 就是这种形象 一某 你不是第一天干这孩了 啊 你是搞艺术的 我是搞钱的 找这么一个玩意 拍出来的玩意 给谁看 谁愿意看 我压力太大了 我现在才好像 都五指尘压着我 知道 我一大公司 从上到下 指着我给饭吃呢 而且我那饭量多大 不提这个 不提这个 就说他 我肯定不能用 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真就是孙悟空 我就想帮他拍一个好的孙悟空 那我就真是如来佛 怎么的 要逗我呀 哎呀我 我 我 我在天庭外不能使用法力 要不然我走 我我定了 呀 呀呀呀 大盛啊 那你天庭的公墓很繁忙吧 赶紧回去吧 啊 那花果山呢 桃也熟了 回去吧 你一个金斗鱼 你会鬼吧大爷 姐姐姐姐你给我个面子 你就给他一次面试的机会呗 你是不是非要用他 他真的 你用他我把你也换了 想好了再说 跟他没关系啊 你有事冲我来 跟 以后 我定拍啥就拍啥 我定谁演就谁演 哎哎哎哎 我定我三舅就是我三舅 我定是 嗯 哈哈哈哈 定啥呀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干啥呢姐 不是他怎么了 我定住了 什么玩意你定住了 这姐姐 姐猜急了 不是不是他到底怎么了 我都说我是孙悟空了 不是你什么你孙悟空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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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 哎哎嘴 什么玩意 怎么回事呢 我是不是被她催眠了 哈 就这些雕虫小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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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信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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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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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是不是被你催眠了 姐 来 我帮你解开 解 大圣 大圣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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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圣啊 你怎么来了 你为何要为难小仙 在这军施法呀 为了帮个人 那四大天王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小沈也是爱莫能处 爱莫能处了 不可能 他觉得是个群演 他觉得是个群演的 他不好啊 经理你快看 这是怎么回事 大师兄 杀活着 你好 大师兄 你在凡金凶法里 天庭派人来抓你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八戒呢 大师兄 在节目里当导师呢 笑得春光灿烂的呀 靠不住靠不住 我把你扛一会儿 不用了 自己的事 我自己担着 好 你真是孙悟空 不然呢 不许拍啊 孙悟空 一处万天条 在南京善用王树 我的奉命 既然能为天庭 不是 这 这是谁啊 死大天王 本来 我是游历人间 还想到这个横电 体验一天演员的感觉 结果你们太不好啊 都会碰上了你 但多了你 我还犯了天条 大师 你为什么要帮我呀 因为我觉得你能够拍好吗 你真觉得我能拍好 那你能来演吗 我可能够呛了 我这个犯事估计得在天庭关几个月 没事 我可以等你晚几天开机 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你等得起吗 那我也够呛了 行了 好好拍 我信你 你真的觉得我能拍好 再坚持坚持嘛 万一是对的呢 你不是老没画面吗 别走前 我再送你个画面 看好了 这是我的样子 不想帮我接引过 哈哈 世大天王 好久不见哪 哈哈 哈哈 这日快乐起见 一路大天王 无言全和千万能 不用一个回头 留你之沾在身上 徒生之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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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记得给这个作品投票 三 二 一 来 我们演员上来之前 我们先让史昊老师说两句 一直憋着等着这个蒋龙他们这作品 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一顿 我觉得他们的每一组 其实都是在演四个字 高山流水 不管是在那个 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时候 最后一刻都是这样 就多肮脏的环境 多什么的环境 其实就是他们能让所有人都是灯泡 这一点只有史克王浩氏这个概念 但那是CP 这个就是高山流水 我理解 我理解 有一点那个周星驰电影的那种感觉 就是无论在多么湿井环境下面 最后是这样 他是在凡俗中间直接提炼到诗意 就这个诗意是我们再漫不经心都能感受得到的 而且他们搭在一起就是能够完成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可以重重的砸在我们现有的世界之上的一个世界 你知道吗 一个演员要是没碰到一个影评家真是白火一辈子 来 让我们有请演员 来 我看张池又流眼泪了吗 太懦弱了我 这个张池每次演的都是特别淡定的那种角色 演完之后就现原形 你知道唱了一句 张池 就你现在这个状态一定要保持啊 特别棒 好 行 感动了 又感动了 我都看到张池难受了 就稍微有一点感触 因为这个刚刚在进来之前 我看了他们这个展演的那个视频 我表示了很大的担心 我听说昨天晚上的时候还在推翻 还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是从昨天夜里头一点到现在没有睡觉 哎呀 差点昨天晚上就不演了 差点把这景就要被换了 你觉得这个他们觉得可能不行 是谁说不行啊 大家就是给大家看的时候没效果 就是不行那会儿就是 上了牌了就行了 不过你这个孙悟空刚才在台上那么帅 你瞧你现在这两不挪的 哇 挺好的 大家特别好像阿邱老师 昨天你二十四个小时没睡 早上八点在吃饭的时候 看他没睡觉了 帮我们还改一本 大家所有人都在帮我们帮 天叔我们表演之后 天叔也是 一直从昨晚到现在 他在没睡觉 临上台前还在一直帮我们挑 叶刘昨天过生日 过生日 过生日到他 排到晚上六点 他才告诉我他已经过生日 一天都没睡觉 一整天没有睡觉 把他都忘了 那几个兄弟都特别够意思 每天都帮我们排去 哈哈哈哈 你们俩 你们俩同时扶着那个金箍棒 别摔了啊 别摔了 哈哈哈哈 不是 你们俩这一出跟刚才那角色大 反差有点大吧 这个 没事 他们要释放 行了 你俩人哭成这样 那那 格外的想想 想致敬一下蒋师萌 就是光定在那儿 定了 定了整个后半场 哎 我觉得讲致蒙这个演员 特别有意思 他我觉得他是越看越可爱 就是做喜剧是讲这个 做曲艺也是讲这个 他就是他尺寸特别好 嗯 他是我们组的缝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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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缝 缝缝缝缝缝缝 就各种就 就场第一个忙的时候 他就马上嘎一个词 真的给缝上缝了 没有他接不住的 哈哈 之前就是因为那个蒙姐的作用 才让我们俩坚定心心把这个本子一定要继续搞搞下来 好 我就想了就是为什么你们俩就是这个年纪 为什么喜欢悟空 因为觉得他很能坚持 就他不顾任何的这个声音 就像我们说的 再坚持坚持万一是对的 哎呀再坚持坚持嘛 万一是对的 我觉得你们就是孙悟空啊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孙悟空 就看是不是能被押住了 好 看看分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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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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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